常常有人问我,有没有风水啊?我说有啊,绝对有道理,但是要懂一个道理,北京的故宫,从辽金元开始,到明清八百年,为了风水,皇宫有九门,哪几年的运气在哪一个门,就开那个门,所以九宫八卦,都是想子孙万代。 但是你看看,辽金元明清有五个朝,每一朝代,有时皇帝三年五年就翘辫子了,只有清朝两个皇帝康熙与乾隆,当了六十年皇帝,懂了北京的皇宫你就懂了风水,都是天下第一流看风水的研究了九宫,那还有不好的吗?但是仍然不断有人上去。 有人下来,懂得风水的道理,你就不要太讲究了,重点在德行,不在风水,所以中国人讲看风水,有一德,二命,三风水,四级阴功,五读书这句话,风水在五个成分里头,只占一个成分,有什么用啊? 不要上当了,第一个条件还是道德的修养,这就是中国文化,你们很多同学要研究风水,但是千万不要迷信,风水这东西有失业真邪,你说不信吗?有时候还真领,不过有时候也不紧然,我们中国看地理是一德,二命,三风水,四级阴功,五读书,你懂了这些以后,便不要看风水了,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才行,神无方而亦无体。 什么叫神?把宗教外衣统统拨光了,我们东方最高的宗教哲学是神无方,神是没有方位的,没有形象的,我们本身生命也好,精神也好,宇宙的生命,宇宙的精神也好,神是没有方位,无所不在,也无所在的,一无体,一经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,所以你用八八六十四卦来布你的命运,说你的命不好,你便难过,谁叫你不好的,命不好,自己可以改造呀,通了一经的道理之后。 生命,命运统统可以自己改造,但是如何改造呢?很简单,一德,二命,三风水,四级阴功,五读书,人定可以胜天,命运是靠自己的,所以说,神无方而亦无体,这是孔子研究一经的心得报告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秧。 这四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原则,大家要特别注意的,我们中国文化,东方文化,最喜欢讲英国报应,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,已经,便以为这是来自印度的佛家思想,事实上,中国,印度,东方文化都建立在英国报应基础上。 由此我们了解,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,政治,道德等的基础,都是建立在英国基础上,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报应,乃至做官的人要为子孙培养后福,都是怕英国。 英国问题,作为宗教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,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书籍,一篇极具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,在佛家的教义中,英国涉及到个体的三世,前生,今生以及后世,这不仅仅是对生命的一种诠释,更是一种对命运和宇宙规律的深刻理解,而我国儒家学说中的英国观,则更侧重于祖宗,本身,子孙三代的延续, 这一思想源于古老的,已经,它将英国报应与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,其中,有几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,它们出自于孔子之口,成为我国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不变的经典。 当然,随着时代的发展,社会道德观念也在不断变革,然而,通过我个人的观察与研究,我发现,尽管我国年轻一代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, 但关于英国报应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,这无疑是我们民族血统中的一种独特观念,在此,我们要特别注意于庆和于秧中的于字, 这个字意味着剩余,遗留,它代表着一种变化和不确定性,在我国人民的观念中,英国报应并非一定在当时就能体现, 它可能延续到后代,或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。 这种观点体现了中国人对英国报应的深刻理解,也使得我国的文化基石建立在这英国报应之上, 事实上,英国报应观念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, 它既是对个体行为的规范,也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维系, 从古至今,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,都将英国报应视为衡量自己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准, 这种观念渗透到了我国文化的方方面面,从民间故事到文学创作, 从家庭教育到国家治理,无不显现出英国报应的影子进一步讲。 英国报应观念在我国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与树立, 人们因为向信善恶中有报,所以更加注重自己的品行修养, 力求行善积德,以免招致恶报,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国人民勤奋, 善良,敬畏生命的品质,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基础, 历史的长河中,我们常常在传记里看到这样的记载, 某某人的祖先积德行善,因此后代得以享受美好的果实, 这样的因果循环观念早已渗入人心, 而在今天这个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时代,我们不禁思考, 这样的观念将如何演变?目前,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, 美国在宗教观念上,从哈佛大学开始,已经出现了新的转变, 他们主张宗教之间不应相互排斥,提出了宗教一家的口号, 此外,美国的学者和知识青年,对佛教中的三世因果观念也深信不疑, 这说明了什么?这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。 文化的交融与碰撞,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,并接受这些古老的智慧, 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教育更应该引起重视, 尤其是作为父母的一代,在教育下一代时, 更应该传承这些优秀的文化观念,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, 这样的教育观念绝对不能被忽视刘备的这两句教会, 物以善小而不为,物以恶小而为之,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, 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,物以善小而不为,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行,恰恰是构建一个人品质的基石, 而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恶行,若是任其发展,便会腐蚀一个人的心灵, 因此,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培养良好的品德, 从小事做起,从现在做起,同时,这也提醒我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性,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,父母的行为举止,言传身教, 都将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,因此,我们要以身作则,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, 面对中西方文化的交融,我们既要取其精华, 取其糟粕,也要坚守我们的文化自信,我们要教育下一代, 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,同时也要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 只有这样,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, 留备留给儿子的两句真言,如同珍珠般历经千年, 依旧璀璨夺目,他们不仅是对个人的深情教诲, 更是一份对家庭教育深谋远虑的重要启示, 在日新月异,飞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, 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去挖掘这两句真言的丰富内涵, 将之融入到家庭教育的每一个角落, 以此浇灌出下一代优秀品质的种子, 为我国和民族的繁荣昌盛, 播撒希望,注入活力, 这样的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, 而是在创新中信火相传, 它将让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更加坚定的自信, 赢得更加广阔的繁荣, 家庭教育的角色独特而至关重要, 它是塑造人的起点, 是奠定人格基石的摇篮, 然而,教育的领域远不止于此, 学校教育, 以其系统性和专业性, 为学生提供知识技能的全面培养, 社会教育, 通过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实践, 锻炼人的意志, 提升人的素养, 在这每一个环节中, 我们都应当注重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, 让他们成为教育实践的精髓和灵魂, 让我们携手并鉴, 在历史的交汇点上, 为构建一个和谐美满, 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社会, 付出我们的努力,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 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代人接力奋斗的事业, 在这个过程中, 刘备的教会, 勿以善小而不为, 勿以恶小而为之, 应当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针, 无论在个人行为的选择上, 还是在集体行动的方向上, 同一盏明灯, 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, 要深刻理解这两句真言, 我们不妨进一步阐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, 在个人层面, 勿以善小而不为提醒我们, 无论善行多么微小, 都不可轻视, 因为积累小善, 可以成大德, 在日常生活中, 这一点体现为对他人小小的帮助, 对工作的认真负责, 对环境的细心呵护,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, 实际上是在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和爱心, 是在为社会的和谐添砖加瓦, 而勿以恶小而为之则警示我们, 任何恶行不论大小, 都不应被容忍, 因为小恶不戒, 忠诚大患, 在社会治理中, 这教导我们对任何违法乱戒, 由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, 保持零容忍的态度, 这样的坚持, 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, 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, 在家庭教育中实践这些真言, 意味着父母应以身作则, 为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, 学校教育中, 教师应将其融入德育教学, 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, 社会教育则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, 以及公共舆论的引导, 形成全社会尊善介恶的良好风气, 我们正身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, 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,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,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承和发扬这些千古真言, 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, 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, 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, 将刘备的教诲内化于心。 外化于行,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崭新篇章, 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, 在此, 我们再次呼唤刘备的真言, 勿以善小而不为, 勿以恶小而为之。 让这句话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座右鸣, 引领我们不断追求自我完善, 追求社会的和谐进步, 在每一个人的努力下, 我们的社会将更加文明, 更加美好, 我们中华民族将在世界的东方, 以更加雄伟的身姿, 展现出伟大复兴的壮丽景象。